好 上次我们来剪接一下台式测药权的一个安装与操作 收到仪器以后呢 我们先对仪器的一个挂扎跟手柄安装 它这里有机配的两个螺丝是扇在机器里面的 把它拧下来 然后这个挂扎那两个孔对准两个螺丝孔位 把螺丝拧进去 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两边手柄都是一样的 挂扎对准 这个平的 平一点的挂扎 就是两部手柄的挂扎 就是放在左边的 深一点的挂扎 它就是做身体的挂扎 放在右边的 装好了挂扎手柄之后呢 我们对机器进行一个扎水 扎水的话 先用这个扎水漏斗连接到这个扎水孔这里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一个排气孔打开 打开这个排气孔 不是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是排水孔 打开上面这个的话 它会一边扎 继续一边流出来 然后连接漏斗之后 从这个漏斗加水 一直加水 扎到这个上面这个排气孔有水流出来 就代表满了 再过来 大瓶的矿泉水 再过来 大瓶的矿泉水 嗯 少块二左右就可以加满 加满之后 把这个漏斗都拔下来 然后就可以通电开机了 连接电源线 按这个总开发按铃 开关的话 是这一个键 右下角这个 长按 长按三秒钟 它就开机了 再讲一下这个界面的一个功能 左下角 R1的话 它是做身体的一个手柄 R2的话 是做脸部的 身体这个手柄的话 它的功能是 溶脂啊 减肥 脸部的这个手柄的话 就是抗摔啊 紧致皮肤啊 然后 选择一个 先选择 R1的一个手柄 点进去 这三个功能的话 我们用的话 是用第一个功能 后面是两个 两个是产 产加设计系统的一个功能 我们不用管它 就点这个 点进去之后 就进入 进入到一个操作的一个界面 然后 这里是调能量的 我们能量 适时起调 然后 温度的话 我们 上一条的话 可以选择二十或三十 天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或者说选择三十也行 然后 按开始 操作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副极贴给装上手柄上面 装到手柄上面 手柄 每个 每个手柄 它两个手柄 它都有这个装副极贴的一个位置的 不分正负 直接 插到上面就可以的 然后 操作的时候 我们要的操作 腹部的话 要把副极贴贴到背部 再检净一点 如果 弹上来 这个副极贴 不便宜的话 我们可以拿一些毛巾 或者枕头垫一下 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先在肚子上涂上凝胶 然后用这个操作头把凝胶打均匀 然后手柄要贴着皮肤再按开始 这面这里要点准备 按了一下开始它就会自己去操作了 不用一直按那个按链 肤部融质的话我们在一个部位单位旋转 一个部位四分钟这样 操作个几十秒可以随便一下 客户有没有热量能不能承受 有热量承受 可以再高一点吗能量 可以 客户所可以再高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能量调高 直接拧这个 就可以调高了 最好是基数是母的一个基数去调高 男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能量 继续调高一点 能量越高那个效果越好 这一个部位也是操作四分钟这样 整个动肚子要操作完的话大概操作一个小时 好 操作完之后呢 那我们要把对操作头进行一个清理 清理干净之后拿一些酒精喷一 喷一刹 做一个消毒 好 我们上面来讲解一下那个面部的一个探头哦 退出到主界面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R2 然后进入界面 这些部位呢 随便选择一个部位就可以了 因为它都是一图一个操作头去操作的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能量 我们的话 面部手柄它是没有智能的 它基础能量也是从三十起调 然后这里是一个占空比 占空比的话就是三十能量的百分之六十 我们把它调到百分之八十的话 就是三十热量的话百分之三十 其实它没有达到三十度 尽量不要调到百分百 就占空比 那点准备 同样的我们负极贴也是装在这个手柄上面 负极贴做的也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把负极贴贴在这个后背 或者手手臂这里 然后在脸上涂上凝胶之后呢 就可以操作了 要操作哪个部位就从哪个部位的凝胶 然后按手柄 按着它操作 也是来回打穿 操作过十来秒就问客户有没有热量能不能承受 有热量 热量是越高越好的 一个部位超这个四分钟 沙巴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避开喉结 这样 上沙挪动 同样的 这个 两部这里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法令纹要深一点的话 我们注重 注重这个法令纹左右 也是四分钟这样 三到四分钟这样 就可以了